同时呢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在中美边界 实施了个实弹的演习 环球时报报道 在解放军会持续的加强巡逻管控 联合国表示 缅甸的冲突不断 在这个部分造成平民伤亡增加三倍 还有超过两成受害者都是儿童 好我等一下 我觉得耶伦讲这话蛮有意思 我一定要讲一下 他讲的这句话 美在人是世界上最安全和流动性最高的资产 第二句话 中国将成为首批偿还债务的国家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就像是 有一个人要去跟人家借钱亮哥 我跟你讲我这个信用很好 你钱继续借给我 所以我这个借我钱 对不对 我跟你很高的利息 我信用很好一定会还你 然后我现在以前跟你借的钱 我优先还给你 我跟所有朋友借钱优先还你 所以叶伦现在讲这句话就很明显 他这次到中国来就是要继续借钱 叫中国来讲的话 不要再这么快的抛售美债 我觉得最明显 从这两句话就看得出来 把他解读就是这样 叶伦来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觉得最近 我很有感的一件事情 就是黄金一直在涨下 如果美国利息这么高 为什么大家不去买美元 纯美元 然后都要去买黄金 我觉得黄金已经涨破2200来 一盎司已经涨破2200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不是靠你一个人 政治嘴巴在那边讲的 而是就是说现实反应在这个现实上面 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黄金伤到这么凶 那你美元说利息这么高 大家还是我去买黄金 那菲律宾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很明显了 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马可思 小马可思现在来讲的话 他就是跟美国战队 一直不停的挑衅 因为不错 杜瑟蒂当初 中国也答应他们说 我们就这个达成一个 有一个军日协定 就是有一个默契在这边 对不对 你人员物资运送这些东西 我不去干扰 基于人到立场 你继续对船上 这一趟破船上面 马德雷3号 人员的饮水物资 或者是人员休假 我都不去做干扰 但是你时间到了 你还是要把它拖走 对不对 那我们暂时就保持现在这桩 那马可思做 你现在要变化小马可思 你去做这条破船上面的 加固修盖 甚至于想把马德雷3号 弄成一个马德雷3宝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藻礁上面 变成一个长久性的一个 阵地在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 你送这些物资上去 第二个是 菲律宾你是一直不停的在挑衅 包括除了仁爱礁上面之外 你的这些军区的司令 你也到那个藻 到那条破船上面 偷偷跑到上面去摆一个什么 buffet在那边要庆祝 要在那边吃东西 而且把国旗送上去 这挑衅意味十足 对中国来讲 当事可忍 熟不可忍 你当初我们一个君子协定 你自己破坏了这个协定 那你现在来讲 加拿大这个动作 甚至用飞机 用军舰 用补给船 但是我觉得说 中国现在来讲 对这条船的组织 解放军 不是解放军 他在海警 他只停留在海警城市 他不会升级到军事动作 升级到军事上面成绩来讲的话 就中了美国的圈套 就是美国就可以因为你的军事介入 我就中非的一个协防条约 我就生效 我的军舰就可以对你 中国来实施这种武力上面 所以双方我想说这段时间 中国可能持续会用海警船来做干扰 他也有这个能力来驱逐你的这种 就是这种运捕的这些小船 或者海巡体 那缅甸内战 我觉得这个东西来讲 中国已经达到他目的了 所以他就不会再介入了 因为中国来讲有一个很大一个原则 就是说他不会介入别的国家的内政 那当初为什么这个会介入呢 那是因为我的公民 我在这边的投资 受到你缅甸内战的破坏跟影响 我们都知道缅甸最初的时候是 那几个家族集团在那边 做这个诈骗的行为 然后影响到中国的很多的民众 钱都被骗到那边去了 所以中国就跟敏昂来讲 说你把人交出来 你把这地方 那些人拿了那些钱以后 是给敏昂来 是敏昂来的金主 所以敏昂来就保护他们 让他们去诈骗 那中国就想说 那你敏昂来 你把这些人交出来 那现在来讲 这些人已经被中国逮捕 中国大大方方的用飞机 到人家的国家去 把这些歹徒 这些骗子抓上飞机以后 然后一起带回中国大陆去审判 我觉得中国大陆第一个目的 他已经达到了 就是打击诈骗集团 保护自己的公民 第二个目的就是他的脚漂港 他也达到这个目的 脚漂港 中国在那边建有一条油管 一直到他云南的边界 那中国目的只要说 我只要保持 我这条油管 还有脚漂港 在这地方已经投资的各项利益 还有这边工作人员 人民的安全来讲的话 其他你缅甸里面 你不管什么若开帮 这克星帮 在那边再怎么乱 那是你缅甸政府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要预作 预作这种 如果说你万一你的这些 不管是叛军或者你的政府军 攻击到我的公民安全 或者攻击到我这边 所有的投资来讲的话 我还是会有所动作 所以中国在缅甸边境 做了一些军演 那演给谁看 演给其实不管是 敏昂来的军政府 或者是克星帮 或者是若开帮 这些他们这个 你不能称他是分裂权 也不能称他是反叛组织 反叛这个缅甸这个国家 本来就是一个 这个军阀集团的 类似那种各地方的军团 演练给他们看 你们在这边怎么样争权 怎么样 我都不予干涉 会不会牵涉到你国家内政 可是你就是不能危害到 我公民的安全 你也不能危害到 我这边已经建设了投资 包括脚漂港 包括这条游戏管道 包括在这个地方的所有厂商 你们不可以对这些 我中国投资有所损伤 或有所破坏 如果有所损伤 有所破坏 我军队来讲的话 我就会介入 那如果说没有损失 没有破坏来讲 我军队是不会介入 我觉得中国现在 在这边做军演 主要目的是在这个地方 那原来之前打击诈骗集团 他已经达到这个目的 这个已经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但是后续他还是会在这边 做一些实弹的演训 维持一个高度的境界 他就是 我就是演给你们看 你们这几个军阀投资 在那边你们怎么样动 我不要管 你们自己鼻子互相打一打去 我不会去干涉 但是你不要动到我的公民 你也不要动到 我已经投资的项目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 来自于内在 十几年 德国专利招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赏有更多的 额外优费折扣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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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